大家好,我是小杨,今天用韭菜分享一道好吃的新做法 首先准备一瓶清水,在里面加点食用碱 把韭菜放入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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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好之后收入盆中 先在里面加点食用油,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防止韭菜出水 再把西红柿和鸡蛋加入里面 先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我们开始来调味儿 在里面根据个人口味儿加入食用盐 再加一勺蚝油 再加点13香 再次充分地搅拌均匀 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面板上撒点干面粉 把面取出来揉搓光滑 面揉好之后再搓成长条 揪成比馒头稍微大一点的面剂 取其中一个面剂 揉圆按扁 然后再用擀面杖擀薄 擀成这样薄的面皮就可以了 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面剂擀薄 取一个面皮放在壁子上 再把搅拌好的馅料铺在上面 上面再铺一张面皮 转着圈的按压一下 一定要按压紧时 防止馅料露出 顺着边缘 用刀把多余的面皮切下来 平底锅预热刷一层食用油 然后把做好的生坯放入里面 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 盖上盖子烙至底面定型 定型之后再翻个面 盖上盖子再烙至另一面 中途再翻两次面 最后两面金黄微微鼓起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放在面板上切成小块就可以使用了 好了非常美味的韭菜西红柿盒子就做好了 表皮金黄酥脆 里面的馅料吃起来非常的鲜美 里面加入鸡蛋 营养也非常丰富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做给家人尝试一下 我是小杨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